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週大市的環節 阿K 你好 雪盈 你好 好 今個禮拜都陸續進入業績公佈期 對 好像內銀與內險一樣 都陸續公佈業績牽動著大市的走勢 而今日恒至更加失守了23000點關口 讓我先和大家跟進一下大肆的表現 港股上個星期五受到颱風 影響全日停市 星期一服市表現繁複向好 高開57點之後 開市後隨即掉頭向下 之後內地股市做好 港股亦都咬腰到升 突破20天線阻力 最多升245點 高見23620點 成交更加增加到740億元 港股兩日升近300點之後 星期二低開22點 雜幅增持 午後中段回穩 最多是倒升27點 成交較上日縮減到554億元 星期三 內地第三季GDP符合預期 為中港股市帶來刺激 延續日升日跌的走勢 雜幅低收 進入U本的時候 更加抹高30點 遣守50天線 不過人民幣持續貶值 加上內地上月工業地潤增長放緩 拖累星期四 港股在期指結算前值 再顯著下錯 更加一度逼近23,000點關口 恆指星期四收報在23,132點 跌193點 連跌3天 累錯471點 而星期五即期指結算日錄得4年跌 恆指失手23,000點關口 創兩個月以來的收市低位 恆新指數 星期五收報在22,954點 整個星期計跌了405點 跌幅超過1% 國企指數 星期五收報在9515點 整個星期計跌了171點 跌幅同樣超過1% 六中全會今個星期召開 市場憧憬有好消息 以及在煤炭股領象之下 上證指數星期一重上3,100點關口 並且創9個半月新高 最多升46點 收報在3,128點 升37點 但在缺少增量資金入場 以及在人民幣持續貶值的累積效應影響下 其後幾日指數的表現好淡增持 周二輕微低開之後 串一扎幅上落 高低波幅只有11點 最終收報3,131點 升3點 而星期三 煤炭板塊急升後出現調整 領跌內地市 終止三連升 低開2點之後跌幅擴大 最終收報3,116點 跌15點 而隨著六中全會星期四閉幕 市場觀望氣氛逐漸濃厚 股市持續偏遠 成交萎縮 收跌3點 最終收報3,112點 而去到星期五 指數雖然出現了三連跌的情況 但都力搜到3,100點關口 最低見過3,101點 最終收跌8點 報在3,104點 上證指數整個星期都升了13點 升幅達到0.43% 看完大肆的表現 和大家跟進一下這個星期的焦點版塊 內銀股進入第三季的業績期 中行為第一間公佈貴跡的國有大行 表現驚喜 受惠減值損失大降一乘四 第三季盈利 按年升2.4% 去到418億元人民幣 較預期的寧真獎快 收入方面 第三季正息差 按季收窄5個點子 去到1.85厘 正利息收入 按年要跌10% 去到749億元 手續費和佣金正收入 就跌4%去到207億元 資產質素方面 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貸款率 都錄得按季相升 不良貸款率增長較第二季有所減慢 市場預期中行 無需再作大額的撥備減值 接力公佈貴跡的建行 同樣受惠 受惠季內的資產減值損失 按年大跌25.3% 第三季盈利 按年增長1.3% 去到604億元人民幣 季度盈利增長少差過中行 但按不良貸款率計 季末水平較年中下跌7個點子 去到1.56% 反映資產質素企穩轉好 營運表現對板 但撥備覆蓋率降到監管要求的150%以下 或影響未來盈利增長的能力 一起看看這個星期浪銀股的表現 建行星期五收報於5.6% 整個星期計跌幅超過2% 公行同樣跌幅2% 星期五收報於4.63% 至於中行和交行跌幅1% 分別收報於3.44% 和5.81% 至於農行方面股價偏遠 星期五收報於3.22% 至於農行銀行跌幅超過3% 星期五收報於18.64% 中信銀行和民生銀行 整個星期計跌幅超過2% 星期五分別收報於5.05千 和8.84% 松龍行方面整個星期股價偏遠 星期五收報於4.65% 關大銀行跌幅近2% 星期五收報於3.53% 轉看看就是美容零售股方面的情況 沙沙國際編號178發了刑警 與其截至今年9月30日子的6個月 未經審計日利將會較去年 同期下跌大概是35%至45% 主要由於香港以及澳門市場的銷售 和毛利都錄得跌幅 部分海外業務表現疲弱 以及集團的電子商樓的盈利下降所致 而同業的歐書單編號973 亦公佈半年的業績 截至今年9月底子銷售剩額 按固定匯率計算有增長1.3% 而按報告的匯率計算增長0.9% 增長放緩的主要是歸因於次貴的銅店銷售 有轉差的情況 而大罕瑞信亦是看探前景 維持歐書單順於大時的評級 看看他們今個星期的股價表現 見到三三國際上升超過7% 星期五收報在3.53% 至於卓越控股跌跌近3% 星期五收報在3.35% 而歐書單整個星期跌跌近4% 收報在16元 澳斯集團和威高國際都要跌跌近8% 分別收報在6毫子和2毫2的位置 再看內地復式股的消息 見到IT公佈截至8月底子 中期業績由虧轉型賺3,863.3萬元 去年同期就要虧3,125.2萬元 每股基本盈利3.2先 五派中期息 期內總營業增長7.4% 去到36.4億元 毛利增加9% 去到22.1億元 毛利率是60.6% 較2015和201至2016年財年 擴闊0.9個百分點 匯隊收益115.6萬元 去年就錄得匯隊虧損4,479.5萬元 至於另一間白例 見到中期純利17.33億元人民幣 按年減少19.72% 匯股派中期息12分 股價應升下挫 是星期二包尾的南籌股 再看這星期他們的表現 波士登整個星期要跌4% 星期五收部7.2先 至於百例國際 因為中期純利是減少了挨近2成 整個星期跌幅挨近1.4 星期五收部4.65 至於尼邦也要跌5% 星期五收部5.7先 中國利浪也跌幅3.3 星期五收部4.46 轉看看汽車股方面的消息 長城汽車編號2333都公佈了季 頭三個季度順利達到72.1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超過1成6 而期內的營業總收入達到634.5億元 按年增長超過2成 單計第三季度順利達到22.8億元 按年增加有5成3 多家的勸商都對於他發表了研究報告 但看法是分歧的 當中物格理看得最好 預計上明年的盈利可以增長達到2成 維持跑贏大市的評級 目標價是14.2 至於花期和美銀里林 維持買入的評級 瑞信方面重申它中性的評級 主要是由於SUV汽車的毛利率 比他們預期更低 目標價由8.8降到8.71 而德銀比持有的評級 目標價是7.9 摩根大通以及野村 都將長期的評級由中性降至減持 目標價分別下調到7.7和7.2不變 至於長期的季跡公佈之後 見到股價顯著售壓 都拖累近期表現較為強勢的吉利 我們看看整個汽車版塊 今個星期的表現 見到比亞迪股份 整個星期都沒有升跌 星期五收報在51.4 至於東風集團下跌 埋近4% 星期五收報在7.78 吉利汽車都受到拖累 要壓下跌埋近3% 星期五收報在8.22 看其餘幾隻 華盛中國都要跌得比較深 跌幅埋近6% 星期五收報在9.19 廣氣集團輕微下跌 埋近1% 埋近10.88 長城汽車就跌得比較多 跌超過1.3 星期五最終收報在7.71 再跟著內地的一些數據 國家統計局公布 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 是5771.3億元人民幣 案年增加7.7% 比8月份回落11.8個百分點 反映增速大幅放緩 主要是由於工業生產和銷售增長放緩 以及低基數效應減弱等等的因素影響 但實現額度按月就增加7.9% 較8月份按月增加2.25% 市場認為企業效益持續向好 基本形勢保持不變 但制約企業效益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 包括國內外市場需求總體仍然偏弱 企業應收賬款增長較快 佔流動資金的比重有所上升等等 跟著和大家看看就是美國方面的數據 美國今個星期公布的最新經濟數據 普遍都較市場預期為差 先看看就是9月份的新屋銷售 按月有上升3.1% 差過市場預期的 原先預期的60萬間 但銷售總數就重返 今年7月所觸及的9年高位附近 顯示出美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 有持續增加的勢頭 至於9月份的內用品訂單初值 意外按月轉跌0.1% 差過市場原先預期的升0.1% 跌幅是今年2月以來最大 主要是受到國房飛機 以及名部件訂單轉錯 44.8%所拖累 至於10月份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就由103.5%跌至98.6% 遠低過市場預期的101% 是3個月以來最低 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於經濟 及勞工市場的看法轉差 而10月份的Market製造業PMI 由9月所創3個月的低位51.5% 急升至53.2% 好過市場預期的51.5% 亦都創下一年的高位 暗示美國製造業擴張速度只是加快 跟著跟大家看看 就是下星期有些甚麼焦點數據 星期一外圍方面可以留意 美國9月個人所得個人支出PCE 核心PCE 歐元區方面第三季GDP初值 10月CPI核心CPI初值 星期二可以留意內地方面 有10月份官方製造業及非製造業的PMI 財新製造的PMI 而外圍方面 美國有9月的營建支出 10月份Market製造業PMI的中值 以及ISM製造業指數 而日本方面可以留意他們有央行意識 星期三 外圍最焦在美國10月ADP就業變動 歐元區10月Market製造業PMI中值 去到星期四可以留意本地有9月份的零售銷售 10月的日經PMI 至於內地方面有10月的財新服務業綜合PMI 外圍方面 美國有美聯儲意識 內用品訂單中值 ISM非製造業指數 而英國方面也有央行意識 星期五外圍方面可以繼續留意美國9月貿易收支 10月就業報告 歐元區9月PPI 10月Market 復佈業 綜合PMI中值 今日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各位觀眾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 歡迎上到我們的官網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